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带大家继续走下去 可以来到这地方叫做布哈拉城 而布哈拉城又称为传说之城 而布哈拉城整个城市都被列入世界遗产当中 那为什么说它是这个传说之城 因为像过去我们常听到这一千零一夜的故事 这许多的故事都是发生在这边 甚至阿里巴巴与四十大道 这个故事它发生的地方 也就是在布哈拉 布哈拉犯文一举搜道院 这座城市大约建于一世纪前 除了阿里巴巴文明外 城里另一个知名人物 便是智者阿凡提 叫贝尔这个雕像 在布哈拉这边的一个代表人物 叫做阿凡提 其实我们沿路从新疆到这边 我们听了不少鬼关阿凡提的故事 据说他是当地的平民英雄 怎么说呢 上次我们过去有听过了一个故事 他就说其实阿凡提有一次他打猎 打到了一只兔子 结果这个朋友就知道了 于是就登门来拜访 说他要吃这个兔子汤 那当然阿凡提是相当的好客 想说没什么东西好招待 就煮这个兔子来招待他 于是煮了这个兔子汤 接着这个兔子汤 这个朋友就吃 吃一吃吃一吃 他吃得很好吃 于是他回去广为宣复 就说到这个阿凡提家 有这个兔子汤可以吃了 于是隔天这个朋友的朋友 又登门来拜访 他就指明说他要吃 跟他朋友一样的兔子汤 结果阿凡提想说没办法 就来者之客 于是他就想说 剩下的这个兔子汤 再把它煮一煮这样子 于是这个朋友也是吃得很开心 回去又是广为的流传 果然这个隔天 又有这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也登门来拜访 最后阿凡提就想说 这样子怎么做得了呢 就每天都有人上来 要这个兔子汤 于是他就灵机一动 他就拿出了一个清汤 他就拿端住的清汤 要来招待这些朋友 结果这朋友一喝就觉得 不对啊 这味道怎么不太像是兔子汤 于是阿凡提相当有智慧 就说 这个是这个兔子的汤的汤 这样 用这个方式来嘲讽这些 就是登门 想要这个来摊小便宜 这些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这样子 才说完故事 一群欧巴桑点上来跟他合照了 必帅哥依我还受欢迎呢 这里的故事啊 说不完到不尽 随便找个跟大家分享吧 进到了这个巴哈拉 你就发觉这里面真的是 古色古香了 而且你看这个所有的建筑 有没有这种伊斯兰的风格 而且我们看到我们身后这个地方 非常特别哦 它是一个十字路口 不过这十字路口呢 上面却盖了一个 也是很像这个清真寺的这种 有圆顶的一个造型 知道这是做什么的吗 其实这个城 一共有四座这样的建筑 它最主要就是交易站 那这个地方呢 交易是什么 交易的是货币 当初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布哈拉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这个商业的一个驿站 所以很多这个商旅都会往来这边 然后到这个布哈拉这个城镇 来补充他们的一些货源 补充一些水分 然后或者是来这边做休息 甚至是交换这个货币 各国的货币 因为这边有来自这世界各地的一些商旅嘛 那当初谁来负责提供这个货币 货币的交换这个服务呢 我们知道这全世界最会做生意是哪一个人 就是犹太人 所以呢 当时就是由这犹太人来负责这个货币的交易 这个工作 当初这些犹太人呢就是会提供这个货币交换的这样的服务 而且他们也赚了不少钱 不过他们虽然赚了不少钱 但这个日子过得并不怎么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后方啊 就是当年这个犹太人他们居住的地方 而且呢 这当地的一些领主啊 就像是一些统治者 知道这些犹太人有钱 他们常常会跟这犹太人来借钱 譬如说我是这个统治者 好那我要跟你借钱 我还会写一个牌子喔 上面写着我债主的名字 然后借了多少 然后要求你这犹太人啊 必须要挂在脖子上 那可能呢 这一挂就挂着一年 知道我还了你钱之后 把这个牌子取下 可见得当时这个犹太人啊 真的处处受到了压迫 由于是思路必经之地 不同种族宗教的人在此汇聚 延伸多元文化色彩 也保留下许多的意志 大家看到这个 这个伊斯兰这个教堂喔 非常的特别 其实它有一段故事喔 因为最早它其实不是伊斯兰的这个教堂 它最主要就是这个险教 险教 有听过吧 这非常全世界最早的一个宗教 那上面这个拱门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后来的建 就是伊斯兰教他们所建的 这个建在十二世纪 那以下的这个建筑呢 是这个险教当时建的大约 是目前时间是不可靠 不过推算是在七世纪以前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教堂是非常的悠久 而最早呢 这是其实险教盖的这样的教堂 可是后来全部被这个黄土给覆盖 然后后来呢 这个伊斯兰他们这些教徒呢 就来到这边 于是呢 发现这里从另外一个门 打坐了另外一个门 然后通到这下方 发现这样的神殿 后来才发现这道门 然后之后才把它给划掘出来 那其实啊 这里面有很多这个险教的元素 走带你去看一看 走 如来证明呢 它是这个险教的这个遗址 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标志 很像十字架的东西 这就是哦 这险教当时他们的一种特殊的一个符号 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险教哦 它是这个最早的一个宗教 包括这个佛教的这个万字啊 其实都是来自这个险教 那我们再看一看这个 其实到处啊到处都有 这个也是有没有 这些这些符号 这都是这个险教的这些证明 关于仙教呢 大家可能跟我来到四路之前啊 是一样的 就是武萨萨啦 那我之前呢 有这个上网路啊 来搜寻一下 然后网路上是怎么说的 它说仙教呢 是这个基督教诞生之前 中东跟西亚最具影响力的宗教 而它也是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 伊斯兰教徒呢 把它称为拜火教 而在中国叫做仙教 注音呢 是西安仙 好 仙教 这个地方更特别的是什么 就是当年这个犹太人 是来到这个布哈拉这个地方 然后后来伊斯兰教呢 就是阿拉伯人也来到这边 那不过呢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景象 就是呢 当时的这个犹太人 他们犹太教 跟这个伊斯兰教 他们同时在这个教堂里面 一起做礼拜 很特别吧 教堂里虽然现在是贩售地毯 纪念品的商铺 但教堂内仍保持当年的样子 如今仅需一块钱美金 便可以换来 遥想当年犹太人 与阿拉伯人和平共处的模样 这钱花得值得啦 布哈拉过去是中亚商贸重镇 保留许多的规矩 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其实布哈拉呢 它是整个中亚地区 市集规划最棒的一个地方 怎么说呢 因为它卖这个 比如说卖帽子 就是卖帽子的一区 卖衣服就是卖衣服的 好 甚至货币交易就是货币交易 那我们可以来到 看到这个区呢 它做什么的 它就是卖帽子的 逛这一区哦 这整区就是专门卖帽子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这个柱子 好 当初呢 他们就是啊 把这帽子的成品啊 就直接挂在上面 让客人来选 那其实在这个区域啊 这个男人哦 戴帽子哦 你如果盘的那个盘金哦 越大越华丽 代表你的这个身份地位 是越尊贵的 不过我看到一个 相当有兴趣的东西 就是这东西 刚刚这个我问 偷偷问一下老板 他说这用狐狸皮做成的 那这个一个要卖 八十几块美金哦 有点贵 我们现在就戴上来 然后拍拍照过过干营 真的 好看吗 好 我们再试别的帽子 走 很多这种军用大盆帽 试试戴看看 哇 这顶 我们在那个海关的时候 常常看到人家戴这种类似的帽子 我们现在戴来看 穿越帽子续集 我们来到一块三叉路口 想当然 要走就得走不平凡的路才有趣 您说是吗 没了不好了 我觉得这边有点像 我们在卡什人的老城区哦 不过呢 这边的建筑 当然是真的是比较漂亮 而且 特别的有味道 而且我现在发现一个 来来来看 发现一个小巷道 那我们就脱离 那个主要的道路 我们进去赶快来探险一下 走 好 哇 这边 特别 钻灶的 这边还是钻灶的 好不好 这个果然啊 这进来又别有洞天了 我们再上去看看 走 走进小巷后 突然觉得心里有点忐忑不安 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但是这样才会有探险的感觉跟乐趣 您说是吗 继续探险区 其实在老城区当中啊 你会发觉你怎么走啊 这个路实在是很多啊 走一走 你会迷失方向 那该怎么办呢 来看看 这是宣利塔 果然这个宣利塔 真的是标的性的建筑物 不管你走到哪里 只要跟着它走 你就永远找得到这中心的位置 好 所以不怕 我们继续乱走 走在非观光的路线上 人烟稀少的可怜 大中午 连个人影都没有 可能都在睡午觉吧 反正还看得到宣利塔 那就继续给它走下去吧 我觉得太阳很大 逛一逛 我有一个新发现 来来来 看到这边 有没有看到一个很像杂货店的东西 在台湾啊 有点熟悉 便利商店 杂货店 这边居然也有 我们来看看它里面有卖一些什么东西 而且啊 顺便会发觉走一走 好渴哦 买个喝的好 正所谓不入补穴 焉得胡子 虽然买个饮料不算什么啦 欸 不过对我来说真的是困难重重 为什么呢 因为语言不通啊 这沟通有困难 不过说真的哦 接下来这状况还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 好啦 我们来买这个好了 不可以哦 买这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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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来买单 好 而且很特别耶 在台湾没有喝过这样的牌子的东西 你没有喝过这样的牌子的东西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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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老板竟然这么的热情 邀请我们到这个他家里面去 要带我们去看什么东西 有点 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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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这家里面 而且我们在新疆没有看过 我们在新疆的时候有看到对不对 在一个室外一个很像凉凉的地方 夏天可以在那边乘凉 我一开始想说 糟糕 会不会要来那个推销啊 或者是逼迫我们买什么东西 把门锁起来 这个主人怎么这么的好客呢 就是剛買的這個兩罐飲料 就要請我們進來 然後現在脫鞋子進去好不好 裡面脫了地毯 來 哈 結果不是耶 它打開了門喔 然後燈一打開 天啊 真的是別有洞天喔 哇 So beautiful 啊 你會發覺這裡面喔 真的是 哇 你看它這連牆壁 都是用雕刻的 用雕刻有沒有 那是用刻的這種 很像那種浮雕那種感覺 我發現裡面在家裡面 裝潢真的是太漂亮了 進來連這個牆壁 都還有這種很像那種雕花 然後呢 收藏各種的那種 那種餐具啊 有些盤子啊 杯子啊 哇 盤子啊 然後杯子這些餐具 然後都畫 中間還有一些畫 然後有一些 配合一些圖案 都做得相當很精緻 而且我覺得這主人很厲害 用這樣一個燈光 這種黃色的燈光這樣一打 你看看那個燈很特別 那個燈上面還有這種 我看雕刻的東西 然後透出這個光 真的是很漂亮 熱情的老闆 不厭其煩的介紹家裡裝潢擺飾 雖然我聽不懂他在講什麼 可是他的熱情跟誠意 讓我真的好感動 好感動 這麼難得的緣分 當然要拍張照片留念才行囉 OK 1 2 3 啊 清清涼涼的 我覺得旅行之中啊 自己來製造一點小小的插曲啊 果然會有這種意外的收穫 而且剛剛啊 真的說是嚇了我一跳 沒想到買了這個兩個飲料之後啊 這老闆竟然邀請我們進到裡面耶 啊 這樣旅程真的是讓我太驚奇了 所以我要趕快再去挖寶去 走 一會生二回熟真的是太高興了 首次偏離航線就發現桃花園 再接再厲繼續給他穿小鞋 哦不對 不對 是穿小巷 走 探險區 走了半天終於鑽出來了 而且看到眼前又是一個大拱門 上面寫著Market 又是市場 咱們到那邊去看一看 走 現在在市場發覺啊 很多攤位都已經關了 不能看這邊有一群熱情的大媽 應該叫他們女士好了 好 一群女士喔 在賣一些飾品喔 相當特別 趕緊來看一看 啊 太熱情了 這個大媽 而且有看到賣一些戒指 還有一些 折環啊 項鍊啊 哇 這麼大的 戴在看 戴在看 哇 他說黃金耶 真的假的 好 戴在看 據說阿里巴巴與四十大道的故事 就發生在布哈拉的市集裡 難道就是這裡嗎 不管是不是 但是市集裡的店主們都超熱情 最後呢 居然飛來宴湖 讓我跟最正的店主合照 當然要敲下去啦 現在已經進到這個布哈拉 這個古城區的市中心了 而且我們會發覺喔 哇 有沒有很有那種 古代這種天方夜談 這種故事裡面的這些 巴格達的這種味道 那我們可以發覺喔 這跟這個卡石古城區不同的是 卡城古城區它保持這個 住戶的這個原貌 不過這邊呢 這很多老的這個建築喔 已經改建成這些商店啊 那甚至還有一些Hotel啊 讓這個遊客喔 是可以在這邊盡情的遊玩 而且邊感受一下這邊的這個氛圍 相當的有味道 布哈拉其實是一個 開發滿完整的一個旅遊古城 那裡面有旅館啊 還有一些紀念品的購物商店 古蹟啊 收費景點等等 誒 說到這收費景點喔 這有些地方它拍照還真的要收錢耶 那大概是收這一塊到兩塊美金不等 這邊呢 歐美日觀光客很多 不過台灣團隊卻很稀有 那想要知道這邊的這個紀念品商店 都賣些什麼嗎 走 帶大家去看一看 發覺這邊有一間這個小商鋪喔 這裡面好像都賣一些刺繡的東西 走 趕緊進去看一看 走 布哈拉的黃金刺繡 是中亞著名的手工 作品華麗而跪跡 我們在這裡也看到絲綢文化 精湛記憶的傳承 你知道這是做什麼的嗎 這是掛在那間床上的旗子嗎 當然不是 這是扇子 好 好 好 布哈拉宋有中亞城市 博物館之稱 據考證在地下20公尺縱深範圍內 埋藏著不同須奇的大量文物與古蹟 地面上則分布著170多座中續跡以來 各種風格的伊斯蘭建築物 我們眼前的建築物有沒有覺得特別的雄偉壯觀 這個清真寺跟這個玄璃塔 這個玄璃塔是整個布哈拉室的老城區最大的建築物 是一個地標性的建築物 我們看到它每一層排列的方式 砖瓦排列的方式都不太一樣 這非常有藝術性 而其實這座清真寺跟這個玄璃塔 他們過去是用木造的 但是有一次這個玄璃塔它倒了 竟然是直接把這個清真寺也給壓回了 於是當局就把這個重新用這個磚造 再重新的打造 你們看這非常的高 大概有46公尺 而且比較特別的是 你要發覺它的這個頂端 它有一個這個平樓平台 然後上面有16個窗戶 各位知道這16個窗戶要幹嘛的嗎 當然不只是看景觀用的 最主要就是當他們要做禮拜的時候 會有16位的這個阿公 他會到這個最頂樓 然後去叫大家來做禮拜 相當特別 超壯觀的 位在高大玄璃塔旁邊的卡洋清真寺 它是與薩馬爾汗的比比哈努清真寺 具有同樣規模 整體用藍磚建氣十分精美 於1514年建成 清真寺內不收門票 從廣場穿越大門 布下長廊 兩層迴廊是由288個雙層頂壁的樓頂組成 可以同時容納一萬兩千人 我們進來這個卡洋清真寺 那這個清真寺是在這個 整個布哈拉是最大 而且是最早的一個清真寺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這外面 有一個是教掌的講課的地方 這是新作的 因為這個原本它是在裡面 然後為了讓大家可以聽到 於是把這個又加蓋了一個 這個講課的一個地方在外頭 進入卡洋清真寺裡 會感覺這座清真寺新得很 並不像是歷史悠久的寺院 沒錯 這座清真寺與一旁宣禮塔 同時進行了翻修 而且連原本放聚在中庭廣場的碑紋 也拿掉了 那段關文說明了一段 發生在古城中的故事 接著就讓我來跟大家分享 其實在這座清真寺裡頭 有一段故事 過去這個布哈拉城 是由花拉子摩王朝所統治 當時這個成吉斯和蒜里大軍 繞過薩瑪爾汗前來攻打布哈拉 而且還在這個清真寺裡頭 殘殺了這個700名左右的這個兒童 戰爭走去殘酷的合併共存 還是最好的選擇 在付出清真寺序 沉重的心情突然圍之一陣 我們現在看到真的很難得一見 這是當地的新娘 特別漂亮 你看化妝 她戴的帽子也不一樣 果然是不一樣 這樣圍過來散散其氣也好 好 拜託 拜託 哎呀 真的是福氣啊 能娶到這樣的美嬌娘 真要祝福他們幸福美滿呢 布哈拉由於觀光開發的早 古蹟頂利街道上 進去販售民族紀念品的小販 喜歡拍照跟逛街的朋友 來到這裡可能走都走不掉 我們眼前是一座大城堡 知道這城堡在幹嘛 這整個布哈拉城的一個城主 在住的地方 也等於是這個城市的內城 而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城堡 這歷史悠久了 從這個西元前就已經存在 那之後呢 是倒了再見 倒了再見 那我們可以看到另外一邊 現在是處在這個坍塌的 這個一個狀態 所以它現在內部 整個都還在維修 在整修 遊客是禁止進入的 有點可惜啦 這座城堡叫雅克城堡 位於布哈拉西北角 是布哈拉統治者 及其親屬的城堡與居所 鑒於西元前一世紀 該城堡為一個綜合建築 可容納三千多人居住在裡面 而其對面的清真寺 有位於布哈拉城內的清真寺 居然全是由木頭所建構而成 我們入內參觀發現它的風格 比較接近於土耳其的風格 很特別 接下來我們離開布哈拉古城 前往敘中心區的城市公園 這裡有我們此行拜訪的重點 還記得我們在塔吉克的時候 有講到他們的民族英雄是伊斯瑪伊 而現在我們就已經來到 他的這個陵墓 他是葬在這 烏茲別克的這布哈拉 我們可以看到 這後面就是他的林寢 我們可以看到 這建築的結構是相當的特別 這陵墓看起來不大 但是很精緻 解說員告訴我們 從外觀看可以解構許多的元素 但我們最好奇的 還是為何他沒有受到 蒙古大軍的摧毀 原來當時先埋藏於地下 才能避過斬破 我們現在已經進到 這個伊斯瑪伊的這個陵墓裡面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後面有一個棺木 那這棺木裡面呢 包括這個伊斯瑪伊 還有他的父親 他們是合葬在一起 而且我們看到這裡面喔 其實看到這個上面 哇 這幾額圖形啊 真的是琳瑯滿目 一共有18種不同的pattern 然後呢 讓人覺得很納悶的就是喔 這整個這個陵墓是採用 這種仙教的這種建造方式 包括這個陵墓也一樣 他這種呈現的方式 也是用仙教的方式 不過呢 我們知道這個伊斯瑪伊 它其實是個穆斯林 那為什麼 一個伊斯蘭教的一個教徒 會選擇用仙教的方式 來藏在這邊 到現在沒有答案 可是現在來到這個布哈拉這邊啊 來參加一個這個歌舞晚宴 而這個歌舞晚宴相當特別喔 不僅有這個歌舞表演 還有這個時裝走秀 那當然走秀的這些服裝呢 都是由這個當地的 這些傳統服飾所改良的 相當精彩 而且你可以看到 這整個這個園區喔 所以你發現有很多遊客喔 都帶在這邊 然後喝喝小酒 然後喝喝茶 甚至在這邊用點點心 真的是相當的舒適 純酒家人 美景相伴 哇 人生至此 夫婦何求 欸 不過呢 這個飲酒過量是有害健康啊 這個開車不喝酒啊 喝酒不開車 這還是要宣導一下喔 不過啊 想一想 這中亞的這正妹啊 實在是太多了 好吧 我們繼續看表演 我們繼續看表演 是什麼樣的滋味嗎 為何四路重鎮 會依序在沙漠中呢 這裡亞歷山大大地 東征軍隊來過 佛教文化在這裡新生過 下一段我們要帶您走進沙漠 發現綠洲城市土庫曼 發現大四路